选举进入最后一个月 19号上午进行了新北市第三届市长议员候选人号次抽签作业 第八选区这次一共有八位候选人参选 其中国民党候选人唐慧玲最早到场 而且带来的古乐队助政相当的引人注目 而大家对于自己所抽出的号码也都各自有满意的解读 新北市选委会19号上午举行新北市第三届市长议员候选人号次抽签作业 第八选区被安排在第二梯次第二组进行 其中这次代表国民党首次参选的唐慧玲最先来到现场 并且用古队来壮大声势相当引人注目 唐慧玲表示这是由志工团所组成的古乐队 他特别带了党旗和国旗 就是为了展现勇往直前捍卫人民权益的决心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新生畏惧 相反的我们更要彰显在野党捍卫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一支队伍 那么这支队伍永远都是跟基层的人民站在一起 随后第八选区多位议员候选人纷纷来到现场 也依序抽出了号码 对于自己的参选号码大家都各有满意的解读 像是现任议员陈永福及陈怡君 都巧合的和上一届选举的号码相同 两人都表示这是个连装的好兆头 另外抽中一号的刘哲章则是用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意涵 来表达自己号码所代表的意思 而抽到二号的曾博渝也相当满意自己的号码 表示这代表着好事成双 一号代表就是一心一意 要为我们大文山地区的乡亲长辈来磨福利 这张一定会继续加油 一马当先不会让大家失望 很满意啊 好事成双 然后接下来我都可以一直跟大家这样子 对一个比叶的感觉 然后也希望也比较好记 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资深的现任议员金忠玉抽出的13号 他担定的表示什么号码都不重要 会为民做事最重要 这些号码不是很重要的 其实候选人最重要看平时的表现 平时真正的爱民爱百姓比较重要 几号不重要 数党新北市议员候选人吴博伟也是本人来亲自抽签 抽出的号码是5号 而未到场的议员候选人廖小青 则在选委会代抽下号次为6号 唐惠玲因为抽签号次是最后一位 所以就是7号 距离投票日进入最后一个月 号码出来后选情也进入百热化 记者陈小淡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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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心的结果